哈喽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了我们的DIY创与灵感 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呢,是想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带来一个超级超级简单的 可以给我们的芭比娃娃,制作出来这种特别好看、特别潮流的这种比基尼的一个造型 希望能够喜欢,如果你喜欢的话呢,也可以来尝试一下这种比基尼的造型 我们所需要的一个就是这种带有弹心的这种布 颜色呢,我是选择的是素的黑色 这样的话呢,会觉得更加的这种时尚一些 如果你喜欢这种浅的颜色的话也是不错 不是特别推荐的话呢,就是那种花布 然后碎花的布的话会比较显老气 所以推荐给我们小朋友的话呢,如果要做的话是最好是用到我们的黑布 除此之外呢,还有用到我们这个剪刀 我们是把它的上半部分剪成了一个小条 然后大概是15厘米长 然后这边呢是4厘米宽 嗯,它是有一些弹性的 所以你可以把它自己直接给它绑上去 然后或者是给它进行一个这种拉伸都是可以的 像这样给它进行一个缠绕 好,胸前打个结 好,胸前打个结 然后我们还可以在后面去给它打上一个特别漂亮的蝴蝶结 就像这边这样 然后如果打了蝴蝶结之后的话呢,会更加的稳定一些 嗯,我们这边呢是没有特意去给它打结 而是直接把它剪下来 两边都给它剪断了 剪断了之后它这个布料会更加的这个柔软一点 所以就会往上卷一点 就会变成这种蝴蝶结的造型 就会变成这种蝴蝶结的 我们还可以把它这样剪成一个蝴蝶结的一个形状 这个时候呢就给它进行一个加工或者是一个对折 把它就是会变成我们这个下半身 在下面是也要给它剪一刀 就像这个样子 那么我们这个比基尼的裤子呢就基本上算是已经做好了 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来试一下 在这个图中 ifa 好了这样的话呢就已经把它组装好了 在后面呢是有一个美美的蝴蝶结 前面呢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这种巴比娃娃的比基尼的一个造型 如果喜欢的话呢或者是有更多更好玩的这种想法的话呢 也可以按照你自己的一个创意去给它做出来各种各样的一个形状 但是基本上的话呢都是比较的简单 所以在这边呢都会推荐给我们的小朋友做一个手工的DIY 好了如果喜欢的话呢忘了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 我们的频道呢每天都会推出各种各样非常好玩的视频 如果你有订阅的话呢就能够每天收看到我们每天最新推出的视频啦 想要看到更多的视频的话呢也可以在视频的下方留下你的留言 告诉我们你们最喜欢的一个玩具最什么样的一个这种DIY比较感兴趣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咯拜拜